这样能够大家相亲相爱,相兄弟姐妹,一家人,互相关怀,互相照顾,互相尊重,互足合作,会给全世界每一个城市做榜样,做示范。 这是一段好思考。 这种想法,我这几年常常谈这个问题,一定要做出示范点,不做出示范点的,人家很难相信。 这个示范点的来源,要往前去推,三千八百年。 中国商朝时代,唐王,那个时候的中国没同意,中国是秦才同意,叫诸侯国,叫小国,小部落,唐王,他的面积只有七十里。 七十里,大概和现在,我的古迹,三十公里的样子,就这么大的,他的国家了。 他叫得好啊,人民叫得好啊。 无论,无论,无常,四为八德,他做到了,统统叫好了。 所以,周边的这些诸侯国,都向他学习,向他看起,尊他为天子。 那时候,天子是一种荣誉的尊号,没有同志权的,没同志权的,没同志权的,什么尊号。 你看,六百年后,上六百年,六百年后,周文王,周五王,他们的国家也不过是一百里。 大概是现在五十公里,这么大的面积,也是做得非常好。 感召到八百诸侯国,都听他的,都向他学习,都向他请教,尊他为周天子。 所以,中国自古以来,小地区做食用点,做母饭,做得尽善尽美,让大家来学习。 今天的世界,可以采取啊,只要一个小城市做成功了,交通方便,资讯发达,全世界立刻就知道了,有本利而无以害啊。 这对国家太好了。 所以,我希望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实验点,在中国历代呢,有。 哪一个地区的实验点呢? 首都。 现在叫首都,中国人从家叫金思。 金是大城市,称为金,思就是私范。 金思皇帝住的这个地区,是全国的私范点。 是个模范的这个地区。 所以,这种方式,在中国确实是有很久的历史。 从我们知道有几岁的时候,3800年上唐。 是世世代代的,都注意这个问题,要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。 那么,图文巴,这宗教的领导人,都有这个意愿,这很值得称赞。 我听到这个信息,非常欢喜。 我说,你们做成功了。 我们到联合国再办一次合同。 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的主席在此地。 他亲自听到了很欢喜,会支持我们。 谢谢。 谢谢。